人都是在追求一个意义一个价值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到这个人生的价值意义 因为我们没生没世 没生没世 我们就这样的糊里糊涂生 又糊里糊涂的死亡 我们甚至交上了一个最贵的名 这个学费 什么学费呢 生命 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没生没世 我们在交一个最昂贵的学费 叫做生命 但是这生糊里糊涂的来了 然后又糊里糊涂的死 我们生死已至 交了这个学费 然后我们对生死又一片的迷惘 是不是白交了这个学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 我这生当中 当我这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有没有了解生命 我有没有了解生命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告诉我们说 生命不是只有这一生 这一世 不是 无限的前生 无限的来世 今生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片刻而已 虽然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 但是从无量的生死当中 我们来把它比较的话呢 这一生实在是很短暂 可是就在这个短暂这一生当中 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佛法 这一生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禅宗有句话叫什么呢 生死是大 这生死是一件大事 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它 我们永远想回避它 也不是办法 那我们是如果是说 纯而不论 疑云重重 老是闷在心里 这个死亡的阴影 一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覆盖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健康心理 不是一个健康心理 所以这生当中我们无论如何 就要把这个问题把它了解清楚 万一不能了解清楚的话呢 我们只有从佛菩萨开始的道理 就是说生命不灭 在生死当中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生命 佛陀就告诉我们说要信解业报 不坏因果 从这一个现实的人生当中 我们来看我们个人的一切 我们这一生当中 哪一件事情 没有因果的 找不到 那一般人所相信的因果 他会说前身做善所以今天有福报 那今生做善的话来生有福报 那前身做恶呢今生倒霉不好 那今生做恶的话来生会不好 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 曾经我在纽约呢 跟一群美国人这样讲的 他说I never believe it I never 他说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前身今生来世 不相信 我被他讲了这句以后呢 我想他讲的有道理 因为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 不要说美国人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好 你说前身前身在哪里 来生来生在哪里 天堂天堂在哪里 地域地在哪里 看不到 不相信 现在是科学时代 眼见为信 眼见为平 所以在国外弘法的时候呢 如果你跟他讲前生前世 来生来世 他就很难相信 跟他讲天堂讲地域 他也很难相信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 说你今天肚子饿了没有 他说现在肚子饿了 已经几个小时都没吃饭 没喝水 我说这就是因果 因为你已经几个小时没吃饭 没喝水 所以你肚子饿 这就是因果 那然后呢 你前几天你生病没上班 请假了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领到薪水 他说没有 对呀 你没上班 你没领薪水 这就是因果 你今天好像 我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呢 你是不是跟你的太太吵架了 你才到了佛室 对呀 你有神通吗 你怎么知道 我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从他的脸相可以看出来 可能跟太太打架 有点受伤的样子 比亲脸肿了嘛 那不是夫妻吵架 就跟同事吵架 是不是 我说对呀 因为你心情不愉快 你跟人家吵架 所以你今天呢 这个好像外形 看起来怪怪的 这就是因果 头发长了 你会剪短一点 指甲张囊你会修剪 身体张囊你会去洗澡 这个不是因果吗 所以各位我们讲到这个因果 夜报轮回了 我们拉长来看也可以 缩短来看也可以 所以我建议各位 对这个因果呢 我们应该从缩短来看 这样我们才会从现实的人生当中 来改善自己的生命的品质 如果我们把生命一直归到前生前世 来生来世 那我今生所做的一切 要等到来生来世才能享受 来生来世会觉得很渺茫 是不是 而是当下的因果 比这个遥远的来生来世呢 更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大自然律 这个跟宗教无关 跟我们的信仰无关 任何人都离不开 这个大自然的一种必然的现象 这跟宗教信仰无关 跟那个什么主群无关 跟这个什么民族血缘完全无关 这是一种宇宙间的一种必然的定律 比如说你口渴想喝水 中国人想喝水 台湾人想喝水 外国人也想喝水 我们人就会想找衣服穿 累了想睡觉 这个跟信仰无关 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所以在眼前的当下的因果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信解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去 开创自己的生命 升华自己的生命 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各位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心平气和 有没有 因为你现在你万言放下 你把家庭事业一切切暂时抛开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互相来研究 此生此事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心平气和 也不会去想到过去 也不会想到未来 就是在这个心平气和当中 各位我们已经在哪一界 刘主任 我们现在在哪一界 天堂界 知道吗 在天堂 他刚才来接我 幸好他来接我 不然会赶不上时间了 我们现在在天堂界 是不是 你来接我 你是很高兴 很高兴 天堂界 是不是 那如果是说 哎呀 走天赌博 赌输了 那现在在哪一界 地狱 就在地狱界 知道吗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做一件什么坏事 不想见到这个人 可是今天碰到他 过去对不起他 骂他 毁谤他 现在你见到他的时候 怎么样子 在哪一界 尴尬界 很尴尬 是不是 很尴尬 是不是 那种尴尬的心理 就像那个什么 地狱一样 内心里面就像火 真的火在烧 是不是 地狱的意思就是焦虑 难过 痛苦 所以我们随时都在天界 随时都在地狱恶鬼出生 一念无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畜生界的 畜生 好斗啊 阿修罗界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呢 你看看 大家都想组内阁了 知道吧 你也想组内阁 我也想组内阁 那结果就是 大家热衷于 组内阁 所以就会有什么 登阁热 那个阁是内阁 知道吗 所以台湾会有登阁热 就是因为大家热衷于 组内阁 所以大家热衷于组内阁 那就是变成政客 那政客的话 就是不会注意到民间的疾苦 不会注意到民间疾苦 所以这个病就这么产生了 了解吧 我这样讲 各位有没有赞同啊 有赞同吗 所以台湾现在是 为什么会流行登阁热的道理在这里 那为什么会有土石流呢 土石流也是因果现象 为什么 政治口水多 是不是 政治口水一多 他就会把这个山上的什么 石头冲下来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大的因果 大的因果 坚持红法教育服务的理念 请您护持 化播账号 31350670 佛卫电视台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是因果现象 为什么政治口水多 是不是 政治口水一多 他就会把这个山上的什么石头冲下来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大的因果 大的因果 因果现象 那么我个人的因果现象是什么 我这一生当中 这个起起伏伏 这一生当中 善善恶恶 这一切一切 我个人的因果 在我的身上显现 我今天身体的健康不健康 家庭圆满不圆满 子女如何 这一切一切是我个人的因果 我个人是不是扮演好我的一种角色 我是不是能够吃 小心一点 不要随便乱吃 乱吃东西坏度差 吃一些有营养有健康的东西 然后运动 心理的调试 那我个人的因果是身体健康 那我是不是当父亲的像一个父亲 当母亲像一个母亲 扮演好我的角色 好好把子女教导好 关心他 爱他 那么家庭一团和乐 这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因果现象 一个家庭的因果现象 总集合的 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好的 当然做父亲的是一个主角 母亲也是主角 这两个主角演得好 子女就好 这是一个家庭的因果 那么整个社区 有整个社区的因果现象 那么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那是全人类的 各个单位的一个共同现象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世间的一切现象 各个人的因果 各个人的因果 叫做别业 全体的因果 就叫做共业 就叫做共业 所以我们先了解到 宇宙间的一切现象 社会的现象 社会的现象 家庭的现象 个人的现象 这一切一切 是超知在我们个人 以及全体的人类 那么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这人在其中呢 人可以来掌握自己的一切 我们想怎样子 我们就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 来加以去调试 来升华 否则的话 如果这是谁来规定的 那么这个谁 我们也找不到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先信解因果业报 信解这个业报 肯定行为的价值 那我们说我们要做善啊 我们不要做恶啊 那请问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问题 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哲学家 每一个伦理学家 行为学家 对善恶的取舍呢 不太相同 那依我研究这个佛法 我发现最简单理解善恶的一个方法 会伤害自己跟别人的身心 就叫恶 知道吧 会增加自己身心的健康 智慧的增长 增加自己身心 别人身心这个成长的 我们就叫做善 这样最简单 那你说这个人 喜欢赌博 那我拿钱给他去赌博 他很高兴啊 可是会伤害到他 你现在钱给他 他越赌越输 越赌越输 最后他的家庭也赌掉了 你现在暂时让他快乐 结果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只要对我们身心有意的 就叫做善 只要对我们身心有伤害的 那就是恶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从这个信节善恶因果当中 来让我们的行为有所取舍 也让我们对这个道德价值的一种肯定 否则的话呢 每一个宗教每一个的想法会不同的 会不同的 我想讲一个奇怪的一个风俗 怎么会这种风俗呢 在印度一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要结婚的时候呢 那个女生要烧一把那个火 烧得很猛烈的火 在这么一堆木材里面 捡那个最猛烈的火拿起来 对那个未来的丈夫的脸上知道吗 这么去烫他一下 这烫一下的时候 这个男的还不能这个脸歪哦 知道吗 表示很有勇气 接受你这个火这么烧他一下 所以我说这个结婚啊 男人要有勇气 女人要有运气 为什么呢 女人如果运气不好 叫他又不好呢 那不是一辈子累死了吗 那男人要结婚 他没有这个勇气 没有这个承担的话 他要被这根火烧耶 那请问这种烧有没有意义呢 没有意义 是不是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没有意义嘛 可是我们现在人 现在人呢 很多伤害我们身心的行为 我们竟然是去接受 我们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媒体 多少这种色情暴力不良的镜头 我们不断的去输入到我们的内心 身心当中 伤害我们 我们跟那个那种民族用火来烧脸的才能结婚的 也差不了大不了多少 是不是 我们吸收了多少那个垃圾思想 多少那个政治口水 多少的这种偏差的这种歪论邪见 让我们身心的受到腐蚀 这个就是什么呢 不知道从正确的因果当中来改善我们的身心 提升我们的身心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种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了解到这个因果夜报 不要把它推到说来生来世来世来世太遥远了 当下的因果比这个来生来世的因果更重要 当我们心情平静平稳 安详宁静的时候呢 当下我们那种身心的喜悦就是因果 当下我们起一个恶念 动一个恶念 发一个脾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伤害自己的身心 然后也造成了别人的身心的受到恐惧 所以从这因果当中 我们会实时去注意到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因为我们内心的心灵的状态 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种气氛 它会投射在我们的四周 为什么这是因果 也是一种因果现象 那么从这种因果当中呢 我们就知道说 哦 如何让我的内心保持平稳平静 这样子我们才会很谨慎的 谨言慎行的呢 使我们自己的身心 跟别人的身心呢 不要受到伤害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讲到信解阴果 信解这个夜报不坏阴果 第二个我们也讲的是说 一切欲乐皆昔无常 我们世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在追求快乐 请问各位 我们从二十世纪来到二十一世纪 讲这句话好像很遥远 有没有 二十世纪来到二十一世纪 各位 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科技越来越文明 过去那个手机大概一公斤 现在多少 几公克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现在所享受的 比以前越来越多 多重选择 越好 好要更好 可是各位 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快乐 我们是不是比上一世纪更快乐 有没有 不见得 当然有些人他有修养 有这种身心自己去改善突破的话 他会觉得越来越快乐 尤其在信佛学佛的过程当中 身心上是越来越勤安 可是我们发现了 我们世间人追求快乐平安 这种生命的喜悦的时候 追求的方向错了 我们以为是说我们获得很多的物质 获得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圆满 我们获得很多很多的名望 很多很多的名利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大的快乐 可是不见得 如果我们想在外在的世界里面去追求快乐的话 最后我们会失望 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 我们把说 我得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很快乐很快乐 那么你会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是无常 我们最宝贵的身体尚且是无常 何况是外在世界 所以我们世间人讲什么句话 说靠山怎么样子 山会倒 靠人呢 人会死 人也会倒也会死 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靠外在的一个什么得到快乐的话 你这样想已经错误了 知道吗 是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这种平衡 内心的平稳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快乐 所以我当时比一个欲 比如说我们的手 痒的时候这么抓很舒服 是不是 那请问这种舒服好不好 不好 最好没有病 那你这个皮肤不痒 也不痛 你不用止痛 也不用止痒 当你痛的时候 你用一个酒精 用什么贴上去 不痛的时候 你说很快乐 这不是快乐 这是你的病态 这是这种病态 你擦什么药以后 不痒以后 你觉得很快乐 但是这个不是真的快乐 这是你病态 这样子止痒 所以我们如果想借着外在的什么 让我们心情快乐的话 我们会失望 会失望 所以最大的一个快乐是说 在行善直恶当中 我们的身心不断的成长 我们的执着越来越少 慈悲的心 关怀别人的心 尤其是对父母妻子 这种关爱的心 越来越浓 那么这种家庭的和乐 自己身心的健康 智慧的成长 悲心的增加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快乐的缘由 不要以为是说 我获得到什么才会快乐 不是 那是一种暂时的一种麻醉 所以快乐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平静 智慧的成长 悲心的增长 这个是讲到 让我们了解 人生的追求当中 不是欲乐的满足 我们就会快乐 而是智慧的 跟悲心的成长 好 是 宗教的信仰 我們現在一般人談到宗教信仰的時候 我大致的分歸成三類 第一個就是說 一種虛妄的想像 宗教的信仰裡面我把它歸成一類 第一個是怎麼樣呢 去想像宇宙間有一個萬能的一個什麼 所以這個萬能的什麼呢 它是超越在我們人的之上 那麼這個我們去想像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本事可以支配這個整個宇宙 這是一般人對信仰來講是會有這種傾向 所以這個大英百科全數裡面這個信仰 叫做religion believe religion 這個religion就是說有一個超越我們人類的能力的能量的一個什麼 我們信仰它以後呢 我們就能夠去得到好處 所以這個信仰religion的意思呢 就含有一種什麼呢 叫做信順順從